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开市感浪 首先跟大家跟进欧美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升势持续 受到消费类股份大动 百事可落季度盈利理想 加强投资者对美国企业盈利的信心 不过银行股经过上日急升之后回吐 市场关注多借银行股 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市报24,919点 升14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报2793点 升9点 而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收市报7,759点 升3点 至于在美国上市港股要塞证券就个别发展 回控表现靠稳 折合港元报74.48 中移动报71.38 中联通报9.69 中人寿报19.9 三统友都向上 中海邮报13.14 中石化报7.14 中石邮报5.89 欧洲股市上升 不过英国股市就受到内国官员请辞 带来政治不稳定所影响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692点 升4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报12,609点 升65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报5,434点 升36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国际油价上升 但升幅有限 挪威几百名石油工人罢工 令到部分油田需要关闭 而利比亚石油产量急跌 都带动油价向好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 74.11美元 上升了0.26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 78.86美元 上升了0.79美元 外围金价下跌 受到美元转强所影响 市场关注金价 会否下市7个月的低位 纽约旗金收市报每盎士 1,255.4美元 下跌了4.2美元 至于美元回价方面 美元兑港元部 7.8473 1元110.79 欧元1.1727 英镑1.3251 瑞士法郎0.9924 家元1.3152 欧元0.7411 樓元0.6810 美国负债券方面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87厘 3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97厘 这个环节 请来Stanley 跟我们跟进环球股市的表现 Stanley你好 你好 Stanley也要跟你说中美贸易战 因为看到又在升温 美国又列出了一个新清单 是 就计划对中国总值2千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最快就会9月生效 其实上星期贸易战正式开打的时候 特朗普都说明 会向中国的商品追加关税 现在真的有所行动 都意味着信心都挺坚定 不会那么容易就可以沿途中美贸易战 大家都预计了去走这一步 但是害不害怕? 害怕啊 刚才我看到的 跌到大概668点 Stanley 当然现在就跌少了 跌到570多点了 是的 讲一下 都讲述你的情况 其实今早早起床 第一件事 通常都会看下美股 一看下去 没什么都升80点 我都是这样想 再看清楚 这个美期 为什么这么夸张 当然就知道有些不妙 一定是这些事情发生了 然后又马上去找资料 也查得到 就是说 这个2000亿美金 就是这个有整套关税 我想分了几个层次去看 先说这一批关税 我就一早就 今早就一忙 为什么呢 一早就去查名单 看有些什么 我很好奇 这2000亿里面 其实包含了些什么 有趣的 如果你看头十零二十页子 因为那些东西 总共大概是二百零五页 好像是 但它头十零页 列出来的一些货品 大家可能猜不到 是一些海产类来的 即是海鲜 即是海鲜? 是海鲜 三文鱼 鰻鱼 是海鲜 但是也能说 这次的程度 和上次的二十五个百分比 程度上是比较轻弱了 温和了 温和了 上次可以说是一开锅做的 基本上 因为一开锅 已经是三百四十一 即是要做 即是要征收关税 但是这一次 就是事先张扬 就是说会有一个 即是十个百分比的征收关税 还有就是说 要公众资讼 但是问题是 什么公众资讼 就是 基本上就是说 把这个波抛回 就是那个民众里面 是 因为 因为其实 如果你看回这一堆的 叫做制造产品的话 某程度上 其实和民生消费的关系 密切度高很多 因为你看回 它很多 都是一些 我们日常生活中 利用到的东西 所以 这次其实特朗普也很棒的 上一次 他第一次 那一刻 拍照来的那一刻 其实是强硬的 那一刻是他作主 但是这一刻 他把权 交给民众 他作主 所以其实 你可以说 是否真的会征收 其实真的不知道 因为你可能说 未必知道 可能那班的居民怎么想 是 但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这一刻 有些伏線 当然也要留意 在稍后的时间 中方方面 会如何回应 你说是否 都会征收 10%的关税 就着某些产品 但是 中方那边的弹量 其实不多 你可以说 很被动 被动到这一刻 因为始终你现在 如果那些人说 那些民众总差 宜差的话 那中国的总差很厉害 而且你说真的 因为很多的货品 本身 中国是必须要用的 就是 你说很多 可能比较上 高薪科技 那些产品 说真的 你精不精税 都要用的了 那你精不精税 是什么意思的 所以变成了 现在 我相信在内地 是比较上 比较上 比较上 但是 没有的 看看最终的时间 你说是否真的 会征收这些 就是征收10%的关税 但是 甚至就是说 即使征收也好 你说 影响有没有很大呢 我觉得暂时 我都觉得 是很显著的影响 而且 没有的 你看看今次 那批的产品 你说对于一些 上市公司来计 是否有很多 很大的影响呢 又不是很大 所以 基本上 跟一些科技类 相关的 涉及的东西 其实真的不多 所以 这次 反而是 那些民生 那些食品 应该会伤得比较大 即会变成Stanley 可能在眼中 可能特朗普 都是说出来 都是给大家 再去想 看会不会 再有些磨合的地方 我觉得 这次 他这一下 有些跟之前比 他是有些 让步了 即是之前 很强硬地 自己独断独行 去做这一件事 但是这次 他又不是 他只不过是 这个咨询的阶段 那你说 究竟咨询完之后 究竟是否会实施 这个就真的 五十五十五十 五波 但是怎么也好 我觉得就是 又不暂时 如果你看到货品的清单 其实大家 真的想自己抄抄 我见过他看 有6千多种 Stanley 我见过大概 150多页 我见过6千多种 其实听过数目 就很夸张 不过可能 里面包含的货品 可能跟之前那些 有很多种 很多种 学英文是OK的 很多字 查一些 是什么 中英对照 是啊 有些字眼下有专门 有些化学产品 你都不知道 那些是什么化学成本 你懂鬼 但问题是没有 你看一转之后 大概就知道 今次去 什么葫芦 买什么药 我看完之后 感觉就是 你是为 以前是砌出来 砌出来要做这件事 但影响性 今次就 跟上次比 我觉得威力上 其实反而今次 我都差一点 相对上 可能就轻微了一点 对了 好了 说完环球股市 说完美股情况之后 就要说一下港股 小米很厉害 对吧 我刚才都一直 对了 现在可以平 19元 仍然都可以 没办法 小米 就是说 说小米 大家一定是最关心的 好 小米本身 因为现在进入了很多 指数成分 你基金逼着要买货 所以它变了 现在这一回合调下去 也好 调得不多 至少这段时间 它跌得不多 但是问题是 我也有 因为你可以说它升的原因 昨天都有几个 就是入市指数 可能房轮商要买货 还有大行推波助瀾 在30元这个水平 那份报告 我有看过 但是坦白说 看了底液之后 我已经没有远处再看下去 因为它里面的论点 我也大胆地说 就是说 我不觉得make sense 说真的 就是 长话短说 为什么它不make sense 就是说 你哪里找小米 你和这个亚马逊 和这个Google那些比 小米自己经常都这样自称 但是问题是 你想想小米这间公司 你怎么可能和那些公司比 做的都不同 就是Amazon做了些什么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它做的东西是很威劲的 现在它都是 是 你哪有比 而且 因为现在去的PE 预期的PE 是比亚马逊 所以觉得它值得买 这些什么逻辑来的 大佬 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昨天报告 旁边那份 开名都不要緊 那份报告 大家有空自己看一下 那份报告 我觉得完全对于我来说 是不收货的 在Stanley眼中 小米其实不是 都是一个手机设备固 就是一个买手机 就是了 因为它背后讲了很多理念 你说之后 它发展 你之后 假设它真是 叫做可能 它那些什么 什么 我不知道 那些什么 名字 那些生态那些东西 那些生态那些东西 你搞得很厉害的 你搞得很厉害的 你搞得很得人用 很活动的 到时我投降 等于我追货都不出气 是 但是现在 那些东西 可以不可以 你讲得很像 很多人用 但问题是 我看下去 我真的看不通 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 它有一个 就是它内置小米机里面 内置有一个平台 就是可能一个APP 按下去 大家在里面 偷人看音乐 偷人看片 大家做一些社会活动 是 但问题就是 我当我看片 那样算 喂 我们这麽多的视频 那些APP 爱奇艾那些 B站 虎牙那些 我为什麽不看过那些 那些片 又比较多 又比较会弱点去看 OK 我听音乐 又有腾讯音乐 我才不听你 腾讯音乐 就是大家版权的 你这些人都没有版权的 甚至在社交媒体那样算 喂 我用开QQ 用开微信 你这些东西 为什麽突然会转你呢 整件事 根本上我觉得 你怎麽可能 你讲到去那些东西很厉害 到之后的发展 我真的 我真的完全看不通 所以没有的 股价 可能因为刚刚提升到 这些因素 我没有使用 那些价格 那些价格 但是它基本面 我真的看得不乐观 所以纯粹 你说 即是股价升也好 你只能说 是因为一些 纯粹 一些叫做资金的 推动 但这个资金的 推动 或者这个维稳 我可以这样讲 是不是都很特别 或者和之前的三股不同 是不是都很少见 这个情况 它很大 而且变相是很短时间 进入一些 比较大的指数 是 所以变相似乎很多基金 真的不排除去追货 所以就 另外我估计短期的时间 有些比较大的支持 但是过这一阵的时间 其实没有的 我会觉得大家 都会认认真真 看公司的业续表现 还有 我也是那句 你讲到它那么厉害 但不要忘记 它第二季的业绩 一定会出现厉害 是 我挺担保 因为 它那时候说的是 雷军那批100亿那批钱 那批送给它的股份 那批他当是一个 薪酬开丝 如果不是开丝 应该按到你第二季入账 会反映 是的 所以你想想 这些你又不讲 是讲一些最好的东西 所以整件事 我觉得 大家先当作差 反正它都很突刺突犯 所以先查一会 但是街上的报告 还有说到 它的手机买得很好 Stanley 昨天都和你谈过 它买到2.21亿部 如果去到2020年 它很多 我赚了赚它 印度市场做得好 印度市场那些游戏 买得很便宜 那你又会有什么用呢 是的 印度市场 你知道印度市场 不是说它 印度市场曾经在 前一两年的时间 出了一部很奇的手机 很奇的手机 什么手机呢 超便宜 几元美金 但是打得出的 对 真的是手机 我想起来是玩具电话 六个多 六个百米金 是真的 可以有基本的通话功能 都是小米出的 不是小米出的 但是它可能和电信商 一起做一些宣传的东西 但是你想想 印度市场 可以玩到这么低档次 即是反映到手机市场的价值 是的 所以你可以说 你又买得到 我完全同意 因为我研究过去 就是小米在印度市场上 做得真的好 不知道是小米的 这个叫哪间呢 联讯都好 是的 但是又如何呢 是 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的 你说升股价OK 最近没有去升 我都觉得是值得去升的 但是前景方面 我看法都是 改变不了我这个看法 嗯 看到现在小米 就轻微偏遠 但是都叫做 跑赢的大事很多 算很厉害 是的 现在正在播放18.86 跌着大约0.5% 好了 Stanley 有少少时间了 我们讲不讲讲股 其实 是不是你都觉得 差不多水平 应该是否可以见底 刚才你有讲到 你看那个中美贸易战 其实未必那么差 这个情况 未至于说真的要对得那么厉害 不过没有的 有时候这些东西就在一层发财 就是你见A高市场 今天都有个比赢 暂时都是一般的 还要跌下去 是的 你昨天都说过说没力 看到现在都跌着50点 没力了 A股始终 成交量真的不好 特论 昨天你说这几天来算 虽然A股有得升 但成交量真的只有 我想大概这两天都是平均3200亿左右 其实真的不算一个很好的数字 所以说暂时A股 它升得好 还要再观望一下 不过今天这一下 因为我相信内地方面 气氛会差 因为大家最怕就是 内地方面 有什么回应 有什么动作 是的 但问题也是那句 这次清单 2000亿美金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但实际上是否影响很大 但我相信 相比之下 我觉得威力可能比上次少 好 谢谢Stanley 你的分析 和我们谈了这么多股市上的问题 都和你申报了 刚才我们有没有特别提过 小米提过 所以我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有Amazon 好 感谢Stanley 这一节就和你谈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要财Money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 1250.02美元 卖出价1250.72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 15.9049美元 卖出价15.952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提供